《七公主》 林夏薇在上星期播出的劇集《七公主》中背面全裸演出 古拉一覽無遺 成為她從景以來最大的突破 面對電視史上最激的場面 要防走光之餘 幽邀投入情緒演起伏大的角色 事前林夏薇和對手徐榮曾經維讀和彩排 但入到廠仍然感到尷尬 因為現場有很多人 但她表示自己是專業演員 我是專業演員 如果劇情有需要的話 我覺得也會做 但電視尺度是有限 我當然知道她是甚麼 而且這個已經是我自己的底線了 老公亦對她非常放心 因為我經常在這裏 我問她是怎樣演的 她是知道這件事的 但她沒有專門去過問 因為她對我很有信心 她知道我做事是專業的 所以就不會 近年她的演技 漸漸獲得觀眾的認同 想起之前是北京做KFA的日子 美美認為演員要經過歷練才會成長 現在反而有很多人稱讚我哭氣 當時有電影拍攝的時候 導演他們很疼我 他們給了我的名字 叫做 跟美美 很乾的美 為甚麼 因為我沒有眼淚 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之後 累積了十年的經驗 美美的演技突飛萬進 而她被問到行不行得獎 其實獎項對於一個演員 都是一個鼓勵和肯定 有當然是最好 但我覺得我是一個演員 我希望我可以通過我的作品 去得到觀眾的認可 這才是最重要 在2015年 在事業的高峰之下 下家金融財進莫讚生 曾經停供一年陪伴家人的美美發現 演戲始終是自己最大的夢想 並且獲得老公的支持 分配好時間 大家走一走都可以再拍 當然現在不像以前 密到這樣 都要適當的時間 去大家取得平衡 但工作變得繁忙 反而影響了他們的做人大計 我很喜歡小朋友 她也很喜歡小朋友 但我發現 原來大家有很多事未做 我自己的生意都未有空 會的 但不是現在 我的家庭觀念是非常強 如果我相信我有小朋友 是沒有時間去做那麼多事 雪倫是目前流行的科技 微微坦然接受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如果有需要 我覺得都OK的 是啊